镜头回到国内 总统蔡英文结束了英翔专案邦交国的访问 已经返回台湾 不过她最后一战过境洛杉矶 却因为发生了台湾海军在澎湖外海误设飞弹 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事件 让小英震怒不已 我们现在整理了小英旋风式过境洛杉矶的行程 一起来看看 好 总统 欢迎一个 总统 总统会跟中国解释飞带物舍吗 总统 飞带物舍 欢迎一下两岸关系吗 面对记者的大声询问 一如既往低调打扮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走出饭店始终一言不发 只是与前来欢送的南加州侨胞 一一握手道别 而后就坐上汽车离开前往机场 由台北国安会的顾名乌长陈聚林 陈顾名乌长向总统报告 简报有关这次的飞带物舍事件 到目前为止的相关状况 总统也做出了财势 包括说必须先尽快来了解这事件的原委 同时赶快来做这投参的处置 虽然蔡英文正在面临上任以来的最大危机 但在离开洛杉矶之前 她也没闲着 一个上午会见了加州财务长江俊辉 以及国会众议员本田 虽然都是首次见面 两位也都对蔡英文赞誉有加 非但事件正在两岸发酵 前来欢送的侨胞 深信蔡英文的能力 即使总统已经坐上车 一旁的侨胞始终在奋力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 大喊蔡英文加油 真心希望她可以带领台湾走上新高度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欢送蔡总统 也希望说她回到台湾 能够把台湾带到这种 不管是民主也好 然后公平正义也好 司法各方面能够更加的透明 然后让台湾能够走出去这样子 这么多侨胞一大早来欢送蔡英文总统 不光是对她的表现给予肯定与支持 也希望她回到台湾 可以把台湾带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以上是东森新闻为宽孟子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博道